今天呢要來分享 當你的褲口太寬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修排他 好 那我們今天呢要示範這個褲口 對他還蠻寬鬆的這樣 好我今天會在那個 褲口縫 縫縫裡面呢穿進去一條鬆緊帶 就是像我 我另一邊的褲口這樣 穿進去鬆緊帶之後他就會變得比較 變得比較 就是縮緊的效果 好那我現在要先在縫縫的地方 把那個線呢剪一條斷掉 等於是挖一個洞 然後等一下 把鬆緊帶穿進去 但今天的鬆緊帶的 接合處啊 我今天是要用手縫的方式去縫他 好那我的洞已經挖好了 那我現在呢 要準備來剪鬆緊帶 那鬆緊帶的長度呢 要剪多少就看你自己了 那我現在來比那個鬆緊帶寬度 對你要記得你的鬆緊帶的寬度 不能大於你的洪分的寬度 不然你在穿的時候會很 就是會很不好穿進去 好那我鬆緊帶已經剪好了 因為我不喜歡 那個包子太緊 所以我大概就剪這樣 好那我現在拿出我的 10元的小工具 穿鬆緊帶 他好像叫什麼名字 穿繩器 對穿繩器 他只有10塊錢了也還蠻好用的 好那我現在呢 呃 對我忘記我剛挖的洞在哪裡 我先找一下 好找到了 好那我把鬆緊帶呢 穿進去 去 我特別喜歡去那個 10元商店找一些小工具 就是 他雖然 他雖然賣10塊錢 可是我覺得他的價值 遠遠超過10塊 就像我現在用的這個小工具 好 好那鬆緊帶穿出來之後呢 再來呢 我會把兩邊的鬆緊帶 把它抓住 然後呢 在我的褲口這邊 調整一下 就拉一下調整一下我的鬆緊帶 然後順便摸一下我的鬆緊帶在裡面是不是平整的 有沒有翻了一圈 如果有翻了一圈的話你要把它 就是把它轉回來轉正這樣 那我現在來準備縫鬆緊帶 然後注意一下你鬆緊帶重點的地方 縫份要多一點 就像我影片這樣子 我一拉他的那個沙就會跑錯 所以盡量 鬆緊帶他重點的縫份要多一些 那我今天的示範的手縫了是平整縫 我沒有用回整縫 因為 我試過用回整縫 然後我覺得有點不太好縫 所以我今天就用 平整縫 那你縫的時候針具盡量讓他小一點 因為越小針的話他就會越繞固 好就像這樣子 就是一小針一小針的慢慢縫 好 那第一道车线缝好时候再来我们要来缝第二道车线 因为我觉得缝两道车线的话这样会更牢固 好 如果说你觉得在缝的过程当中就是 觉得送紧带太厚或太硬的话你的手指头可以带上顶针 好了之后呢 打个结 好那我们就准备把送紧带拉进去 它缝好就会是这样子 好再来我们还没有缝完 再来那个我们刚刚那个刮的那个洞 现在我要把它缝补起来 那我用的那个 针法是长针缝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长针缝了 好记得缝的时候呢起针的时候把线头埋进去 对不要让它出来 那我的那个回针缝 也是缝的比较小针 记得针缺越小的话 它就会越老固 那你就是慢慢的把这一个洞呢 给它缝补起来 那缝补起来之后 再打开准备把线头剪掉就好了 好那这一部影片就到这里 结束了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